你就说楼上冲水下来 然后这个马桶口冒水出来 因为刚开始装的时候 我妈不知道她在那边洗衣服 然后那个是开着的 我们就会飞出来 然后见到她 后面我都关着了 大家好我是黄云川 今天过来维修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非常的激爽 就是她使用的时候是正常的 就是她楼上冲水的时候 她会往她马桶口这里喷水 然后也不知道是哪一楼冲水 她会这样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所以这个问题太棘手了 我现在也没有找出什么原因 反正是每一次要冲水都会吗 也不是每一次 就是也是看概率 概率性的 有概率性的 对 我试了一下冲水 一切都很正常 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现在把马桶打开 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地方 她这个房子有点老了 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所以她之前这种广道做的 是没有存水弯的 这个马桶啊 我已经拖了半个月了 一直没来 因为就这个上门费的问题 老是在扯 但客户呢 老是说马桶有问题 就找到厂家 厂家就说 我们安装有问题 就找到我 我就说我安装没问题 是你这个广道有问题 我又去找到她 推来接推去推来推去 说白了就是不愿意 谁都不愿意出这个上门费 那最后没办法了 谁的问题就谁承担吗 我先过来看 所以我就过来看了一下 这样这种方法怎么解决呢 她厂家马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装上去 她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我们的安装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会出现漏水啊 晃动啊这些情况 那都是属于正常安装的吗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就是说她楼上冲水下来 她从她这个马桶口喷出来 我猜出来看了一下 安装也没有问题 现在暂时要把它重新装回去 她用是可以用的 就是楼上冲水的时候 她会冒出来 她现在楼上的人都已经去上班了 事也试不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 现在是重新转过一次了 这种问题我以前是没有见过 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现在我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说把那个法兰圈 放成指挥的 带指挥法的那种法兰圈 给它套上去 然后它下面要喷水的时候 它就喷不上来 你只能下 它上不来 现在我只能想到的就是这种方法 但是 目前我这边也没有 所以只能从网上订 让业主先去订一个回来 然后下次再叫我回来 帮她重新安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